这不轻松吗 这不 霍芝 这怎么回事啊 张董 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王院长 我想问一下 这是谁啊 他怎么叫霍芝呢 他曾经是我们这儿的 美术老师 四个月以前他已经离职了 你看我忙的 连照片都忘了给他换下来了 你有多的联系方式吗 他可能是我认识的人 我想见他 他离职以后 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断了联系 这可能是与他 不愿意想起以前那些 不愉快的事情有关系吧 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事情 对不起 这个呀 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管发生了什么 他都是我见过 最有责任心 最爱这份工作的幼儿教师 这可能是与他 在福利院长大有关系的 福利院 他在婴儿的时候 就被人扔到了福利院门口 所以说 他特别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也特别喜欢小孩子 只可惜 我以为是有事 以后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再见到他了 能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们这福利院啊 一共有四个教室 未来呢 我们还想建一个隐姻室 给孩子们用 总体来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隐姻室 我来吧 你留好啊 本人都是帮孩子 我们也愿意出分离 谢谢 谢谢 实在太好了 其实呢 我知道你 宁江 你是我们秦岛 著名的企业家 据说江太太是我们的义工 你看我这刚回来不久 我对她也不是太了解 我没想到你们夫妻 对我们福利院这么上心 真是太感谢了 江总 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尽管问我就可以了 是这样 听说你们福利院 原来有个叫护知的人 是吗 有啊 你们认识 我们不认识 一个朋友认识 想请她到家里当家教 原来她不是幼儿园的教师吗 后来突然联系不上她了 才听说 她出了点事情 你们别听新闻乱说 小智姐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她一直很照顾我们的 就算是她后来独立搬出了福利院 但是她经常回来看这里的孩子的 我相信她绝对不是那样 伤害小孩子的人 你先别着急 我们也相信她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们想联系她 你有她的亲人的联系方式吗 我十年前被人领养之后就出国了 我最近也是刚回来 这情况我不是太了解 对了 我刚想起来 我刚回来那几天 有一天冯院长 突然特别开心地跟我说 说小智姐原来有一个姐姐 已经找到福利院了 你能联系到她吗 这个冯院长没有说 其实小智姐她一直特别希望 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亲人 所以冯院长当时特别开心 她就说 说小智姐 再也不用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还说终于有人可以照顾她 这样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事情呢 你及时跟我联系 好好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好 按照小晃说的 秦庸素应该一早就找到了霍制 说不定还跟她相认 霍制在这儿长大 而秦庸素瞒着我在这儿 做了两个月的义工 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秦庸素藏得够深的 可她为什么要瞒着你呢 也许啊 咱们现在都猜错了 万一这些 这这这都不可能呢 对不对 你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还是侮辱我的智商 我说的是万一的 小晃啊 张总 我刚才又去了 冯愿转办公室一趟 我找到这个电话 可能是小智姐的 我不知道 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谢谢 您客气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 能尽快找到小智姐 她现在应该很难受吧 如果找到她的话 我们会照顾好她的 那我先走了 姜总 谢谢 查一下 我打了 我过去 这下没有万一了 看来她真的是 藏了一个双王太姐妹 其实我根本不信你失忆了 其实我根本不信你失忆了 跟跟我说话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 都不准备跟我说话呢 不过现在开始 我有点相信你了 那又是为什么 秦英素绝不会用 这种眼神看我 也不会用这种语气 来跟我说话 不管她心里多么恨我 讨厌我 她都不会表达出来 我不管以前的秦英素 在你心里 是什么样子 但现在的我 就是这个样子 我才不惜看 跟你回什么家呢 比其回到一个 我不熟悉的家 还不如待在医院里吧 停车 停车 好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啊 是不是晕车了 不至于吧 不就是你老婆 有个双胞胎妹妹 没告诉你吧 你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 她又不是说 在外边找了个男人 给你戴了个绿帽子 我在想一件 更可怕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想 秦英素当时进医院的时候 大夫说她脑中的血块 并不影响什么 可是她居然失忆了 而且失忆得如此彻底 博二说她是装的 我也怀疑 后来我发现 她真的把我 跟她之前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几 我就相信她了 你的意思是 秦英素不是真实义 我回她根本就不是秦英素 她是获志 她装失业 是怕我认出她来 家村 你好样的 刮目相看对你 真的 你这想象力 不是一般的风筹 我没开玩笑 不是 那我问你 那真的秦英素呢 无缘无故 这秦英素 为什么变成了获志了呢 我也没想清楚 但当务之急 我要先弄清楚 在我身边的这个 是获志还是秦英素 你怎么弄清楚 验DNA啊 他们是双胞胎 那DNA都是一样的 总会有办法 我